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实施对象第一阶段在10月1号开打 新庄民优礼办公处为长辈们举办公费流感疫苗施打活动 里长感谢社区医疗团队的协助配合 希望这是送给老人家最好的重阳节礼物 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开始施打了 新庄民优礼办公处感谢社区医疗团队的协助配合 为长辈们注射流感疫苗 里长说希望送给老人家最好的重阳节健康礼物 我们明优礼65岁以上长者流感疫苗施打 感谢卫生所 新庄卫生所 以及里内的聚如诊所 今天来帮我们长者开打的第一天 就来帮长者施打疫苗 也是送给里内长辈最大的重阳节礼物 现场可以看到65岁以上的长者们大排长龙的几项 而这些阿公阿嬷也都很守秩序的 在等待医护人员为他们安排施打的时间 尤其更感谢里长的贴心 感谢我们里长博阿办了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他每次都抢先 我们继续支持 他帮我们安排流感疫苗 然后健检 然后非常感谢里长大哥给我们重阳节 给我们这些老人家这么好的福利 今年公被流感疫苗施打对象就第一阶段在10月1号开打 里长表示 注射的长者在接种之前 必须先经过医师的详细评估诊查 是否有疫苗使用经济等等问题 再决定是不是可以接种 而里长也提醒如果长辈在接种之后 有持续发烧或者严重过敏等不适症状 应告之家人并尽数就医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